90度鞠躬表達對823戰役將士的最深淺緬懷 適逢823勝利66週年 總統賴清德親自到金門主持追悼典禮 赴忠烈殿千人種以及烈士墓園前 總統以三軍統帥身份代表國人至上最高敬意 先生戰死沙場忍不住激動情緒放聲大哭 賴總統心疼蹲下安慰 還有遺族是每年遠從台南來金門祭祀 總統特地記下地址表示回台南時要去探望 得時刻謹記和平民主得來不易 823炮戰發生的時候我還沒出生 民進黨還沒有成立 可見一般 中國要拿下台灣 不是台灣哪一個人 哪一個政黨說了什麼事情 做了什麼事情 通通都是 漢遺族及官兵午宴時 賴總統強調國人必須團結不受分化 而他更曾在金門服役當醫療官 對金門有一份特殊感情 台澎金馬面臨中國的威脅 並沒有比往年要來的少 我們一定要有守護台澎金馬 捍衛中華民國的決心 面對中國的威脅不必悠長危機 我們就只有一個目標 捍衛國家主權 過去前總統蔡英文因為疫情 八年內三度主持追悼典禮 賴清德用行動表達政府的高度重視 一雙人就親自主持追悼典禮 總統賴清德除了要向這些英勇殉國的戰士們 表達緬懷之意之外 也要讓遺族知道政府不會忘記 經紀新聞李廷蔡淳佑在金門的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比賽他更為了 敬善敬美 敬善敬美